2023年 对于香港而言 也是一个极不寻常 疏为不义的重要年份 习近平主席给培桥中学学生的回信 激发了青年学生的青春热血和报国情怀 也给浴火重生的香港 注入了强大的青春力量 在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支持下 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管制团队 港一担当上座上城 一心一意带领香港抓住记忆再创辉煌 我们告别了政治犯话迷思 迎来了新选制下第七届区会顺利换届 爱国者治港原则得以全面落实 基层治理体系得以完善 香港良政善治魅力无限 新的一年 香港应围绕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坚定前行 少一分焦虑怀疑 多一分信心定力 少一分英雄守旧 多一分改革创新 少一分怪化谬论 多一分积极力量 推动三大国际中心迭代发展 世界变数终将带来香港人人有份的着述 香港能够平稳过度重回祖国怀抱 离不开这种追求 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 香港放发出国安加好新镜像 彰显了这种追求 下一步办好设国家安全重大案件 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 更体现这种追求 发展与安全是车子两轮 鸟子两翼 安居才可乐业 平安也是发财 国泰民安才能各得其所 百业兴旺 新的一年 既不忘固治保新 也不忘隐心出治 理应成为我们的共识 共鸣共哲 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 专门强调 支持香港澳门发挥自身优势 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 保持长期防荣稳定 保持长期防荣稳定 担负着自杠责任的爱国者 尤其重任在间 更需彰显爱国者贤 爱国者能 爱国者情 爱国者怜 提升治理水平 推动经济发展 排解民生悠难 满足各方期待 进一步凝聚起香港社会 望重向心的 弹博力量 共同福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